越南青年裴氏翠云在广西南宁市生活了二十余年 他在南宁留学创业到结婚定居 多年来他见证了南宁民众对于越南美食的口味变化 与南宁的建设发展 裴氏翠云是越南太平省人 2002年他只身奔赴广西民族大学求学 在留学时期因长期在南宁生活 裴氏翠云特别想念家乡的美食 但彼时的越南餐馆较少 他便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2013年裴氏翠云在校园附近开设越南鸡肉粉店 随后生意越做越大 在南宁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 开创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也因越南小吃收获了不少中国粉丝 因为一开始我们开的话也不是很多人接受 特别是越南鱼肉越南调料的越南橡毛 刚开店的话这些调料的话 中国朋友来吃的话大部分的意见都说 味道有点怪怪的 闻了味道不习惯 然后特别是橡毛我们越南泰国朋友很爱吃 中国朋友吃的话说感觉像肥皂的味道一样 很多都是告诉我这个再怎么像肥皂的味道 但是现在也不同了 你闻的话哇这香毛肉好香好舒服 现在完全是不同的那个说法了 与多数在中国创业的留学生一样 陪试翠云因留学爱上一座城市 在南宁生活的二十余年里 陪试翠云切身感受到了南宁的发展变化 从基础建设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那时候的南宁比较是没有发展的城市 然后交通也不方便 然后什么绿城什么景观都没有 降变的话是用降 但是没有什么看头 2002年还有有点泥土的路 从西乡堂那里去到市中心这里的话 只有公共计车 然后等很久 然后坐计车大概有四十多分钟 前南大来到市中心嘛 现在的南宁的话 基础建设都建设得很好 很方便 让大家的交通啊生活啊 都很舒服很便利 所以我很喜欢南宁 2007年 陪试翠云与中国山东小伙相识相恋 后成为夫妻 如今二人定居南宁 欲有一女 生活美满幸福 谈及未来 陪试翠云表示 南宁已是她的第二故乡 此外 她也利用社交媒体 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外国留学生 在中国寻求机会 每个月 未来 欢迎认开 直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